哈囉大家好我是Ni 今天呢是久違的選中泥 也就是愛用品系列 那這次的選中泥會是 9月跟10月的選中泥 但老實說沒有到非常多的東西啦 也還算是控制在10樣以內 我個人比較驚嘆的是 再過兩個月2020就要結束了 我真的是 Crying Crying 我真的覺得很驚人 好我們就不廢話 如果你對今天影片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先從保養品類開始說起好了 第一個我想要介紹的是這個 打放的小粉紅安品 如果你們有追蹤我的Instagram的話 應該都會知道 我這個月比較多po的是一些關於保養的圖文 因為其實疫情的關係嘛 大家都要戴著口罩 所以我覺得最近這一陣子 大家的皮膚狀況會比較不好一點 那那個時候我試用到這個小粉紅安品 我就覺得它真的是 對於穩定肌膚狀況這件事情 滿有效果的 那它的使用方式就是 如果你有小粉紅的話 就是原本的那個 全效舒緩精華液 反正就是它的小粉紅精華液的話 就是擠一下精華液 然後擠四下安品 沒有錯 我當初聽到四下 我也是覺得 也太重本了吧 因為坦白說這個東西它並不便宜 可是我後來覺得 真的要擠到四下 你的肌膚才會有那種被修復的感覺 如果你一次只是擠個一兩下 我覺得沒有辦法完全發揮它的功效 那不如就是 不要去省這個一兩下 然後這個我已經用光一組了嘛 它一組是四瓶 然後可以用一個月 我覺得那一個月下來呢 我的皮膚真的又變得比較穩定 然後泛紅的狀況也減緩許多 所以是一個我覺得 酒糟或者是敏感肌用起來 應該會滿有感觸的一個商品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這種肌膚類型 然後已經用過很多這種產品 可是又覺得都沒有什麼效果的話 我推薦你可以試試看這個 就是它雖然單價偏高 可是貴是有貴的道理的 那剛好最近週年慶也到了嘛 所以你們也可以看看有沒有什麼 週年慶的特惠組合 趁這個時候入手 我覺得這個東西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第二個我要介紹的保養品呢 是這個柯潤的乳霜 然後這個呢 也是在我的影片還有圖文裡面 都有出現過的東西 我本人是敏感偏乾肌嘛 那用這個的話 我覺得它是剛好達到一個平衡 就是不會過於厚重 但是也不會覺得保濕度不足 因為我一開始看到這個質地的時候 我其實就是有一點小擔心 因為我會覺得 這個質地好像 會讓我長秋疹 就是會有點太濃厚 但是實際使用之後發現它推開 其實算是 有點像一層保護膜在你肌膚上的感覺 但是完全不會油膩 然後也不會很難吸收 基於上你塗完大概過一陣子 它就會被吸收進你的肌膚了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講 這個東西真的是保濕度非常的足夠 而且它因為沒有添加一些色素啊 然後香料 跟一些有的無的 如果你是敏感肌 或是跟我一樣動不動 就會壓起來的酒糟的話 我覺得這個呢 真的非常適合當作日常的保養 而且我覺得它妝前用也非常好吸收 然後你的底妝也會變得比較服貼一點 保養講完之後呢 我們來講一些清潔卸妝的部分 這個是Bobbi Brown的茉莉卸妝油 我之前應該有說過我個人比較不喜歡用油淚 因為我覺得油淚有可能會比較容易長痘痘 那我會用這個呢其實一開始不是直接用在臉上 一開始我是拿去洗我的氣墊粉撲 然後我發現它洗氣墊粉撲的效果非常好耶 就是我只要擠在氣墊粉撲上 然後大概等個兩三個小時 然後我加水去乳化 就會發現氣墊粉撲裡面的那些粉底液 就是都被洗得很乾淨 然後我就對這個產品有點信心 覺得說喔那它應該真的可以把它妝卸得很乾淨吧 可是還有一個不確定的因素就是不知道它在我臉上會不會長痘 那我就抱著姑且離世的心態就來試用這個卸妝油 沒想到用了之後 真的我的臉呢就是妝可以卸得很乾淨 但是又不乾澀 同時呢我也沒有任何長痘的跡象 可是我覺得長痘與否這一點呢是蠻吃個人體質的 因為我不長痘 但是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長痘 但我個人是沒有啦 然後它乳化呢也非常的快速 加上它本身有一個 你知道療癒的茉莉花香 所以我覺得它整體用起來的感覺是還蠻舒適 而且非常快速的 就如果我今天妝比較濃 或者是我比較懶得認真卸妝 也不是認真就是卸妝大家都要認真OK 但就是今天妝比較濃 或者是我想要快速的清潔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個 那我用起來是覺得真的 pretty good pretty good 難怪就是它算是Bobbi Brown一個 長年的明星商品吧 好接下來呢我要進入彩妝的部分 然後這個呢是我現在嘴巴上的唇膏 就是搭配的不能沒有你唇膏 那我一共買了兩個色號 一個是我現在嘴巴上擦的配 然後一個是Vintage 其實我觀望這個產品有點久 就是我沒有在它一開賣的時候就馬上買嘛 因為你們也知道這個其實不算新品的 這應該算是兩個月前出的商品 然後因為它單價其實算偏高 就是如果你要以現在市面上所有的產品來看的話 它是偏高的 可是如果你以一個獨立運作的品牌來看 其實我覺得算是蠻便宜的 那我就陸陸續續看了很多新德文 發現幾乎沒有人對它有負評 真的幾乎沒有人 我真的沒看到 我唯一看到的負評就是 說它這個外殼的那個髮絲紋不好看而已 可是就是這是針對外表的評論 沒有任何一個負評是關於產品本身的 所以我就覺得 喔那這個東西應該是真的很好用 我就買了一個比較淺的就是搭配的素唇色 跟一個比較深的Vintage 但其實我覺得這兩個呢 就是你什麼時候擦都可以 我原本預設是 配這個顏色就是可能我素顏的時候 但是我想要保持嘴唇有一點氣色的時候擦 可是像我今天如果有化妝然後搭配整體妝感 它也是一個蠻好看的顏色 那另外一個Vintage呢我原本預設就是可能只有化妝的時候可以擦它 但我發現它其實薄擦在素顏的臉上面也非常的合理 而且氣色非常好 那它們兩個疊擦也很美 我現在可以疊擦給你們看 有沒有 就是我覺得這兩支真的是一個完美的搭配 然後你要單買它們也OK 我就現在有點小後悔 當初它推出的時候我沒有直接買那個包色組 因為我覺得擦起來應該都會很好看 只是呢潤...潤澤款 就是水潤款的那個唇膏我沒有實際碰過 然後我也沒有買 所以我不知道潤澤款怎麼樣 但是霧面款呢在我心中是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那至於它的外殼就是髮絲紋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是覺得還好 我就不會醜啊 因為它的那個分量感也是滿足的 它拿在手上是成...比較沉重的...不沉重 它拿在手上也是比較沉甸甸的那種類型 所以它的整個的手感跟實體的質感是不錯的 可能就是它會有這個...這個聲音大家不喜歡吧 然後期待搭配可以出更多的顏色 下一個彩妝品呢 也是我現在眉毛用的這個Solong的眉筆 但我今天眉毛說實在話我覺得自己畫的有點偏稠 所以就大家不要看太仔細 這個呢我之前在吐槽新品的影片裡面就有出現過 然後我說我覺得它新出這個灰色4號 是一個對我來講非常不錯的選擇 因為之前他們出那個深棕色的時候 我記得我不是非常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顏色跟我不搭以外 然後它那時候的質地是比較偏膠感的那種眉筆 可是我覺得它這次新改版之後啊 就是它的質地沒有那麼膠 然後顏色也OK 重點是它的頭很細 所以通常我會用粉狀類的產品 打底在我的眉毛之後呢 在我的眉頭這邊用這個細的那一頭畫出一些毛流感 那我最近就是還蠻愛這種眉毛的感覺 但是我今天真的畫得不好 I'm so sorry 不要看好今天真的眉毛 但是我昨天呢或是這一個月下來用這個眉筆畫出的毛流感眉毛呢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它很像真的毛 因為...有...我看了一些網路上的毛流感眉毛 老實說我會覺得有些畫得真的好奇怪 好像熬白喔 那如果你們喜歡這種毛流感眉毛呢 其實可以推薦你們去看那個 我之前去Jojim3 然後有一個首席眉絲 他的Instagram 他常常就是會PO一些他幫人家修眉毛 或者是畫眉毛的小短片 然後我覺得你們可以學習一下那個畫出來的感覺 那個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毛流感 倒數第二樣我還來介紹一個包包 這個是我... 欸?9月的時候把去深恆昌 然後買的一個Burberry的小包 然後呢為什麼我會買它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我那時候一走進去呢 我就看到這個包包我覺得非常好看 因為它是七皮拼幾皮拼鱷魚紋皮 就是三拼有沒有 一烤鴨三吃的那種感覺的小黑色包包 因為其實講真的我黑色包包已經非常多了 可是這種拼接的包包我目前是還沒有 而且它的掀蓋是做磁吸式的 然後裡面的容量也蠻大的 我裡面目前呢是蠻空的啦 因為我就只放了一個錢包 然後一個證件 跟一隻唇膏 那應該是還可以再塞手機跟一個小包包進去的 所以它算是非常能裝的一個包包 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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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為什麼我會特別把它拿來愛用品獎 當然是為了要炫耀我用大概4.5折的價格買到它 這個包包呢原價是4萬多的樣子 然後4萬多買它呢 我可能真的會有一點買不下手 因為我會覺得我黑色包包那麼多了 為什麼要再花4萬塊買一個黑色包包 但是呢那時候櫃姐就跟我講說 現在再打半價 然後買了2萬再送2千 所以最後我大概就是用1萬8左右買到這個包包 那1萬8其實就跟買一個coach的包包 是差不多的價格的 像我之前分享過Tabby那個也要大概1萬2 1萬4吧 反正我就覺得 這麼划算的生意 不做嗎 而且我當下呢其實有先冷靜一下 我想說好我先去就是其他地方逛一逛 再決定我到底要不要買 然後逛了一整圈之後真的看下來就覺得 買它很划算耶 又能裝 然後又是這種拼接的皮 然後又是黑色的很百搭 然後就是又打那麼大的折扣 就是不買 不買真的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然後我就咬牙刷卡把它帶走 那事實證明呢 就是我買它之後真的幾乎每天都背它 除非有時候可能穿白色 搭黑色太暗淡的時候就會換成白色的包包 但基本上穿黑色的時候 就是都背這個出門 最後呢我要推薦的就是一如往常推薦一部電影給大家 那你們也知道今年算是一個國片大崛起的一年 所以我幾乎每一次推薦電影都是推薦國片給你們 這次也不例外我想要推薦的呢 是消失的情人節 這部片我看的是特印 所以其實我蠻早就看完它了 然後看完之後我跟我男朋友也是一致覺得這部片很好看 因為它算是大眾主流的愛情喜劇片嘛 可是它裡面有稍微加一些奇幻的元素 加上它剪接呢其實蠻有巧思的 你就會覺得這部片沒有那麼的簡單 就是不是只是一個無聊的愛情喜劇而已 它在這個之上還有加入一些陳鈺勳她自己的風格 因為像如果你們有看過她的熱帶雨的話 我覺得熱帶雨也有點像是這種感覺的片子 就它也是定位在喜劇 可是它也有加一些奇幻的元素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算是陳鈺勳她自己的一個風格吧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算是她柔和她以前自己拍過的一些電影 然後端出來一個非常有誠意的作品 而且演員的表現呢我覺得大沛真的演得很好 就是你會真的相信她就是小崎這個人 雖然我不認識大沛 就是我也不知道大沛私底下的歌星是怎樣 但是它呈現在螢幕上的那個角色的感覺 非常的有說服力 就是已經可以說服我說 感覺大沛私底下好像是這種人耶 就是那個感覺會讓你非常的入戲 我個人覺得它是一部你看完心情會很好的電影 那劇本上當然是有一些小bug 然後它也有一些缺點 就是裡面有一場戲 我覺得算是整部片蠻大的敗筆 就是我有點不懂為什麼會敗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那時候有點小生氣 因為我覺得你已經算拍了一部好電影 可是你怎麼會敗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那時候就蠻生氣的 可是看完就是好算了就釋懷吧 因為畢竟整體而言我還是可以給它到大概80分左右 只是它的票房就是非常的不好 欸我這樣講非常的不好是不是會得罪很多人好 它的票房稍嫌不好一點 所以我就希望就是借著金馬入圍 很多像獎項跟我本人小小的推薦 可以讓它票房稍微的好一點 雖然我也不知道 我每次推薦這些電影真的有人去看嗎 好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 你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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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